我们都知道菌子兰是一种非常洗肥的植物 而它比较喜欢一些有机肥 所以我们一般在养菌子兰的过程中 都会给它用上一些有机肥 比如像是这个发酵腐术号的芝麻饼肥 养分全面肥效温和又不容易伤根 最关键的它是一种油性肥 更加符合菌子兰这种洗油性肥的特性 但是我们盆土经常使用这些有机肥的话 很容易造成在夏季高温高湿的时候 自身这个虫害也就是小黑菲 小黑菲的话它的虫卵一般都藏在土壤里面 所以我们想要防治小黑菲 其实方法很简单有两种方法 首先第一种就是用上小白药敷虫胺 它是颗粒型的防虫剂 只需要将它取一小勺撒进花盆里面 那么我们浇上水之后它就能够溶解释放 就可以将土壤里面的这些虫害虫卵全部一锅端 一般持效时间也比较长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家里没有药不想用药怎么办呢 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给它在花盆表面铺一层合纱 铺一层合纱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小黑菲的虫卵 钻到土壤里面产卵 也可以将土壤里面的这些虫卵给闷杀掉 这两种方法我们任选其一就够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